從我遊戲感受另壹個世界,我是狗哥, 歡迎觀看守殘也能過的遊戲攻略第五期《閻與避難所》 這壹期我們只攻略這壹個洞穴, 這洞穴分為上中下三個區域以及左右兩個區域。 我們先把右邊的區域給它攻略完了, 然後再攻略左邊的區域,因為右邊的區域很少。 這邊我們要使用大劍和鋸鎚,兩個武器切換著用。 這遊戲裏面的人物有一半是用弱打擊的,有一半是弱斬擊的。 像這個怪物我們看見弱打擊,我們就用大槌。 我們剛剛點到了壹個琥珀偶像, 這個琥珀偶像是給我們製變用的。 這壹期我們也會製變壹下我們的武器, 說白了是製變的話就像黑魂裏面的BOSS, 根據BOSS的靈魂來引申出來的武器是壹個意思。 這個怪弱斬擊,我們壹定用斬擊來打他。 打擊的話我試過,我大概就大槌的話要打他三下才會把他打死。 把這幾個怪全部清理掉。 看這蜘蛛撞了壹下,撞到牆上撞下來了。 這裏面很多怪物不是反向跳躍的。 左邊的話就是我們去撿到那個湖泊偶像的地方。 我們就不再去那邊了。 雖然開了近路了,我們也不再去那邊了。 我們從左邊走。 左邊就是壹堵牆,我們過不去。 從下面重新再跳上去。 好,我們繼續往上跳。 跳上來以後撿到那個地窖鑰匙,把這門打開。 這個地窖鑰匙就是在剛剛我們打蜘蛛的地方獲得的鑰匙。 這個壹定別漏了。 這邊有壹個陷阱,我們直接把這個陷阱引發了。 引發以後往上走。 我看到這個球穿模了。 我以為這邊有壹個隱藏門,後來發現這壹沒有隱藏門。 壹個陷阱就會在這個區域裏面出現。 在這個區域我們把它引下來以後就可以通過這了。 從這翻過來會看到壹個NPC。 這個NPC會賣壹些遊戲的升級裝備的素材給我們。 我們先跟它盾壹壹下換。 他叫做無懼的魔鬼史蒂爾。 史克爾紅人災禍。 然後他說叫我名字就行了,為什麽這裏邊人的名字這麽長。 大概的話他會跟我們說,這世界上有兩種人,壹種是收割者,壹種是植物。 他會問我們是什麽。 這兩個都可以選,我們先選植物。 他會罵我們壹句,然後不再跟我對話。 我們可以繼續跟他對話,並不因為這個選擇而否定到這個對話。 當我們再選擇的是收割者的時候,他會跟我們繼續說壹些故事。 這個遊戲裏邊其實有壹些明確的宗教元素在裏面。 比如說在基督教裏面羊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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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羊� 象征性的给他买壹下就行。 然后从这儿,下来。 下来以后,我们在上面也可以捡到一个戒指。 应该是富贵戒指,富裕象征。 这个戒指只有壹个作用,提高掉宝率。 但是我们不去使用它,我们使用这个不屑戒指。 不屑戒指的话,我去看一下。 我大概能打四下,锤能够打三下,青鸡能够打三下。 我们这边右边就探索完了,然后我们都走左边。 因为我们捡到了一个升级用的素材,虎婆偶像。 所以说我们直接先回到后面去,先给大家看一下。 打这个怪的话,它是落斩机的,我们打了它三下。 现在我们这种武器是打了它三下,我们要去制变一下武器。 制变完了以后重新回来,我们再走到中间。 因为这个女巫伤害其实很高。 所以说我们要把我们的武器也提升一下, 否则每个打它三下就很容易被秒。 我们制变这个武器的时候选用的是这个炼金术, 我们选择转换。 在转换之后选择巨剑。 大剑,沉浸骑士的灰烬以及虎婆偶像。 好,我们拿到。 拿到它以后就结束了,重新再回来。 没有什么可以升级的。 我们找向导,把我们传回到原来的位置。 哈格的洞穴。 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往下走,下面还没踏走完。 我们先走下面再走上面。 这个怪物是弱打击的,但是我们现在大剑的伤害已经很高了。 所以说直接可以先用这大剑来打它。 现在我们只要打两下,就把这个怪打死了。 这个人马怪,类似于人马的怪物。 还是章鱼怪,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它。 它是落斩,落打击的。 我们要用大锤打上。 大概现在我们就等级大锤打到四下。 四下轻击或者是两下轻击,一下中击就给它消灭掉了。 因为这边会出现很多怪, 我的建议是在这里用重击把这怪消灭掉。 这个往后跳了,怎么这么灵活呢? 这里边的怪有时候特别灵活。 这边赶快跑,赶快跑。 它这个法术有带一定的追踪性的。 我们喝口酒。 等它进了,然后再用斩机。 把这几个怪物全部干掉。 干掉我们不着急往上走。 上面是什么呢? 上面是快到boss的位置了, 我们先不着急往那边走。 这边给大家看看路,这边太黑了。 我们先要找一个方箭碑, 通过方箭碑用过倒立的方式。 开一下开关,打开开关以后, 我们才可以继续往下走。 我们先到最下面。 这边有几个怪物,把这怪物一个一个引过来。 靠近了,等它自己跳。 然后躲一下,等它自己跳。 一个轻击,一个重击,这样就消灭掉了。 上面的怪物我们必须用大箭, 因为它是弱斩机的。 用大吹打得太慢了。 稍微隐隐,最好一个一个打。 这个山里令牌是一个法杖, 因为咱们不是法师号, 所以说就不给大家看了。 从这里一直过来,这里是个避难所。 但是我们不走左边, 只是给大家看一看这个路, 后面的话我们再会从这边再走。 这我们对下层就算清理完了。 我们再从下面挨个往上走。 这个洞穴虽然黑, 但也不是黑的看不见。 很多发光的植物在这里。 这边是我们打女巫的, 第一次打女巫的那个位置。 我们上次不小心从这儿掉下来了。 所以说我们要重新回到这儿, 再走一遍路。 从这儿跳过来, 房间备在这个下面, 从这个梯子里面下来。 你可以跳过去有个物品。 在这儿等下。 光辉戒指, 光辉纸环我们可以看一下。 照亮四周, 这个就等于黑魂里的太阳虫了。 好,我们用这个房间备, 从这儿上来。 反方向过来。 注意啊, 这一个地方的如果你跳错了的话, 你会直接跳到上面的一个区域, 然后被难死。 所以说, 大家跳的时候注意一下, 不要跳到方向了。 慢点跳。 跳过来, 跳过来。 稍微往前走一走。 好, 下来把这怪物干掉, 然后把这个大门拉开。 这大门拉开的话, 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去打boss的位置了。 我们去走右边。 右边有几个怪, 我们没有清理掉。 上边的话是我们打死boss要走的路, 现在我们不走, 我们走右边。 这有几个骷髅和一个人吧, 他们俩都是落打击的, 所以挨个把他们干掉。 走一走, 反正掉下去了。 我们捡到了一个金石护斧, 等一会再看, 先把这个打掉。 右边的话大家可以看到, 都是一些这种怪物。 这种怪物的话, 我们不会走这, 等我们打完boss以后, 才会从这边上去。 从这边上去, 我们去到一个地图叫做恶毒沼河的地方。 跳下来以后, 我们往上走, 上面有两个重要的NPC的地方。 一个屠龙哥的地方, 还有一个小偷妹的地方, 我们要跟他们对一下。 从这里往上走。 这个怪物请你教。 这个怪物是如果打击的, 大水打一下就死了。 从这里面我们要跳。 等他第一个出来了以后, 我们就立刻往上跳。 这边有一个法师石像。 大家如果是反方向跳容易死的话, 我建议就不要反方向跳了。 你可以回去, 回到病难所重新再来一遍。 右边, 这个死的怪物跳。 左一左左一左。 躲完了以后, 从这上面翻滚下来, 下面有一个NPC我们对一下画。 这个屠龙哥会告诉我们, 这个牢龙红厅不应该在这里, 他应该在别的地方。 他们说的这些地名, 其实是在我们一开始选择出生地的时候, 这些地名都有出现过。 然后城堡也不属于这里。 他开始告诉我们这些相关的信息了, 某个疯狂的创造者创造出来的吗? 这边右边有一个红门, 这个红门也有一段故事, 这段故事的话不在我们这一期里边说, 后面会有个NPC告诉我们, 大概是在大下一期吧, 我们会见到一个NPC, 会获得一个烙印, 这个烙印能让我们穿越红门。 这个对话算是对话完了, 这个屠龙哥开始怀疑人生了, 我们继续往上走, 上面会看到一个小偷妹, 从这个位置把这两个球给打掉。 走点灯长跳上去。 他跟我们说这小偷妹找到了他会要护送的贵族, 但是他把这衣服扒下来以后发现贵族的脖子上有一段烙印, 在这个游戏里有烙印就代表了他其实是一个奴隶, 贵族不会有烙印, 这是奴隶一辈子的耻辱。 然后他会反问我们, 你护送的那个公主会不会也是个奴隶呢?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选择不会试, 我们选择会试,也有可能会试。 如果有可能会试的话, 这个后面我们还可以跟这个小偷妹对话, 他会准备逃离这边。 如果我们选择否的话, 那么下面就没有跟他什么对话了, 但之前任务就算结束了。 沿岸地是后面的一个区域, 是这个地图以外的一个区域。 这个怪物打掉, 我们换成巨剑, 所以女巫很厉害的小兵脸。 躲一躲他, 让他们心情平静一下, 别那么生气以后我们再往上走。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鼓烧护斧。 近战,攻击耐力的减少。 2,3,4,我们就5,可以砍5下了。 平时的话我只能砍4下,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砍5下了。 当然砍完5下就没有翻滚了。 我们从这边过来, 跳过来, 换一下。 往上走是开一个进路。 我们曾经到过这个哈格洞穴的一个路口,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。 是在一个沉默都市里面。 还是沉默堡里,我把名字给忘了。 这个吸食护斧其实就是吸收专注, 这个没什么用。 我目前是几乎不用到它。 这边的话我们从这打开一个进路, 往上走给大家看看这个地方是通向哪里的。 这个沉默要塞。 这个沉默要塞旁边我们看到, 我们跟那个怪物打过, 这边曾经有一个boss。 然后继续往下走, 我们这一个上面就算探索完了, 这边我们过不去。 探索完了之后我们就准备要打boss了。 boss在这一个地方的中层区域, 有两条路可以走。 一条路的话怪比较多, 一条路的话怪比较少。 但是怪比较少的话, 你必然会是一定的血量。 所以我们选择那个怪比较少的地方。 跳下来以后我们喝一个酒, 喝一下血就是了。 准备打boss之前把所有等级该花费了就花费掉。 在升级的时候升级。 后面的话大家可以自己升级, 想升级什么就升级什么, 只要能保证武器可以拿上就行了。 比如说你喜欢多打一下boss的话, 那你就多生一生耐力。 因为咱们不是敏捷性武器, 所以你不要去升它的敏捷。 接下来准备打这个boss, 我们做一下物品收集。 它若胜啊, 我没记错的话, 这个boss是若斩击, 若胜属性的, 我们从这翻滚下来, 直接躲啊,直接躲。 所以说我们跟这个大剑上, 换上魔法祝福树叶。 我们在这稍微等一下, 因为有的时候那个骷髅头会跟着我们来啊, 如果等它来了以后, 我们把它在那消灭掉, 否则的话它会跟着我们到boss的位置上。 这边我们就争取多打一下, 把那个头上的那个太阳虫给它换下来。 其实这个怪物弱的火属性攻击比较多啊, 所以说我们换成铁匠。 它会发射火炮枪啊, 火枪炮, 把我们造成很大范围的伤害。 一边看它, 然后一边抹我们刚刚的祝福树叶。 它有一个三连机啊, 三连机过来以后, 翻滚下来的以后, 不要急着攻击它啊, 等它打第二下啊, 等它跳的时候再开始攻击它。 像这个放火枪的时候, 我们要在它的脚温底下啊, 在脚温底下的话就不会受到伤害。 如果稍微远一点的话就会受到很大伤害啊。 好, 把你们打死的啊。 这个怪物有一个招式没有放出来, 这招式是它会向天开一枪, 然后上面会落下一些类似于流星一样的火箭炮一样的东西。 那个时候的话我们就要左拆它, 但是在这一次打的时候它没有显示出来, 那我们就不管了。 我们打它的时候注意用大剑, 然后抹上这个祝福树叶, 圣鼠性的祝福树叶, 把它搞定。 然后我们从这儿回来以后就不再回去那个殿场所了, 直接往上走。 上面的话是恶臭沼泽, 我们从这边一路往上走。 这个怪干掉。 这个烧焦娃娃从这里就能获得啊。 我们换成锤。 如果我锤。 这个骷髅可讨厌人啊。 我跟你说, 他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他该懂。 他那个瞬移的时候, 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骷髅会变, 会显出真行啊。 你完全不清楚。 我们先把这个道具拿一下。 刚说完他就打我。 我们这拿到圣职一套, 好像怪物消灭掉。 然后从这儿上来。 这个门只有打完BOSS以后, 他才能够开掉这个门。 所以说, 我们没有打完BOSS的话, 这个门也就是, 这个路也正直到这里了。 从再往前面走, 我们走出这个洞穴。 看一下火板, 要不看不清路。 这边我们就到恶臭沼泽了。 恶臭沼泽是我们下一关要打的基础。 我们只在这里找一个避难所, 开一开门。 我们要打他的话, 必须要打到后面的那个眼球。 这个独藤之戒是一个抗毒鼠病的武器。 这个戒指。 这个是打不到的, 上面这个陷阱是打不到的, 他会一直在这放。 我们先把上面的这个干掉。 把他干掉以后, 再把这个怪物干掉。 好, 我们从这边走。 他掉了几个武器, 掉了仪式钱, 我们就不捡了。 这几个怪物干掉。 这一个地图不太大, 但是分层分的挺厉害的。 我们从这儿继续跳。 这里面有一个敌人, 就是麻风病人。 就像刚刚那个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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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, 跳来跳去的跟猴子一样。 这麻风病人是我们升级, 升我们的, 升我们信仰的那个等级很重要的一个麻风病人的耳朵。 有必要的话可以在这儿跟他刷一下。 我们这里换上去, 咱们的黄金轿。 我们这一期也就玩到这里了, 下一期的话我们会从这里开始。 当然我们在这里该升级升级, 该看一看物品, 看一看物品, 看一下这怪物。 我们只打了一个boss。 只打了一个boss。 这个开塘手, 开塘空壳。 原先是一个海盗, 然后被别人扒皮了, 里边放了一些人偶, 然后操红过人偶来操纵这一个开塘捷克。 我们再看一看他的灰烬。 虽然是傀儡, 但实际上却是控制着开塘空壳的傀儡师。 因为就打着一个boss了, 我们其他的东西就不再怎么看了。 那行, 我们这一期就玩到这儿。 我是狗哥, 我们下一期再见, 拜拜。 。